小孩读书的护眼台灯怎么选 小孩视力问题一直是为人父母最担心的问题 也是这个时代的痛病 那我家小孩的阅读台灯应该怎么选呢 要达到什么参数呢 第一,首先是色温 在GP50034-2013国家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中规定 长期停留的场所色温要低于4000K 所以在家居环境当中的学习型台灯 色温的最佳选择是3700K 当然在3500-4000K区间都是可以的 第二,是没有可视频闪 但目前来说 只要你不要去买几十块钱太便宜的阅读台灯 基本上不会有频闪这个问题 所以无频闪基本上已经做得很好了 第三,显色指数很重要 RA值一定要大于90 它对颜色的还原更好 基本还原书本原来的颜色 也不会影响到小孩对色彩的判断 色彩更丰富逼真 第四,台灯照在台面的整个照度均匀度要好 在国家照明标准里它有相定的规定 打在我们整个桌面上的照度要大于300LX 而且在整个桌面要形成非常均匀的照度光板 第五,看它的认证等级 看你想要买的这个台灯 有没有通过国家AA级的标准认证 一般最低要买国家AA级标准的台灯 第六,没有可执视的可见光 如果说灯光直接射到小朋友的眼睛里面 这样的学习型台灯通常是不好的 一款合格的学习型台灯 其高度、方向应该都是可以调节的 这样更加灵活,针对不同年龄段小孩可调节的宽容度更大 这样用于读书写字的话才是最佳的 最后,我们通过多次测试 我们选了一款各项指标都满足标准 性价比也非常高的台灯 家长们可以安心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